5月8日,香港特區第六任行政長官選舉圓滿完成 李家超以1,416票高票當選為第六任行政長官人選 在2022年5月8日舉行的第六任行政長官選舉 投票結果如下 唯一候選人李家超先生 所得的支持票數是1,416票 我現在宣布唯一候選人李家超先生 在上述選舉中當選 非常多謝大會 給我機會在這裡說很簡短的話 去衷心感謝每一位選委 無論是支持我還是不支持我 我都衷心感謝 因為你們今天是支持了 行政長官選舉的投票日 我也多謝在座每一位出席的朋友 以及在電視機旁邊看直播的香港市民 我是非常感謝每一位對我的支持和鼓勵 今天是行政長官選舉日是重要的 對我來講 但是今天也是母親節 也都是佛誕 也都是國際紅十字會 所定的世界微笑日 所以我們今天大家都可以 很開心地迎接今天一個這麼有歷史性的日子 當天不少特區選舉委員會委員在現場 見證了這一歷史時刻 有選委在接受中心社記者專訪時表示 李家超長期服務政府經驗豐富 希望他能兼顧國家和香港利益 解決香港實際問題 全面提升香港的競爭力 李家超先生長期服務政府 具有多個部門歷練的經驗 具有大局意識和實干精神 相信他能兼顧國家和香港的整體利益 李家超先生提出的 以結果為目標的施政理念 有利於解決香港深層次問題 和全面提升香港的競爭力 今天在這個會場這裡 其實很多政壇長的前輩 朋友都聚首一堂一起去見證 我覺得李家超先生今天選出來 相信他是一個好好的領袖 也都是眾望所歸 我相信全香港市民 接下來都會見證到他無色的態度 帶領香港走向新的高峰和繁榮 此次選舉 是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後 進行的首次行政長官選舉 不少選委對選舉結果表示滿意 希望新一任特區行政長官 能帶領香港開創新篇章 結果出了來我們都很開心 因為我們真的選到一位能夠有能力去管治香港 在這個新選制下 也都看到李家超先生是一位有承擔 能夠帶領我們全香港的市民 一起去開創新篇 我覺得在這次選制之下 這是外國者治港最後一步 希望這次選舉了李家超先生 是新一任特首出來之後 會令到香港長治久安 開啟香港新的篇章 我們新任特首李家超先生 是一個有擔當有作為 很貼地很愛民的一個行政長官 所以我是對他寄予厚望的 所以很開心 因為今天大家都很興奮 你看到今天我們這麼多選委來了 那個投票率這麼高 大家就知道 大家都是很同心協力 希望香港越來越好 再放光芒的